再来关心新城乡家里村一处民宅日前发生火警 造成两名林姓幼童严重烧烫伤死亡 而两名大人伤重还在加护病房急救 那么乡长和李台表示哀悼 并带领乡公所的团队积极协助受灾户 乡公所除了在第一时间协助受灾乡亲 办理各项的救助金之外 也尽可能帮忙寻求各界的协助 新城乡家里村1月24号发生夺命火警 新城乡家里和李台得知之后 立即折成社会客协助活在乡亲 更亲资募集维稳金 立法院傅婚企也非常关心受灾户 募集财团法人佛祖关圣德发慈善事业基金会捐赠6万元 同向南和李台金股兄弟会捐赠3万元 亚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透过新城乡公所转赠维稳金新台币2万元 上方建设有限公司 吴正方董事长透过新城乡公所转赠维稳金新台币5万元 我们家里村有幸好在一场火灾当中 夺走了两条幼童的生命 实在内心是非常不舍 两位大人还在持绩交病往来 在服务室当中进行医治 我想要呼吁民众要注意防火以外 我想碰到这种事情 我特别要感谢公所的同仁也好 以及社会大众善心人士 这样子一不容辞 出钱也要出力 来恢复让我们这副人家 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这两天当中陆续 公所收到一些民间的善款 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们把这个善款交到 这个受灾父的手上 但是我每个人属乎这个受灾父 希望收到这些善款之外 要善加的利用 除了办理小孩子的伤势以外 对于后来我们这个防止 恢复这个家园的这些汇用 要善加利用 不要辜负了这些善心人士 对他们一番的这个好意 年关也将近 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 这个要注意这个火灾 尤其在冬天 有很多的电热器的一个使用 特别特别的要小心 特别的要小心 希望大家过个好年 向上合理台表示哀悼 并且带领相公所团队积极协助受灾户 他表示相公所除了在第四间协助 受灾相亲办理各项租租金之外 得知如此心痛的消息 也尽可能帮忙寻求各界协助 他表示受灾户 本为新城相应的低收入户 生活是相当的困苦 而擅长适宜在花林县政府 及新的相公所协助之下 解决费用的部分 但后续的房屋修缠 跟影响邻居房屋的修缮是受灾户后续要面临的困难 因此亲自募集维问金也借此呼吁各界的协助 记得将一起见到